HELLO 大家好 今天過得怎麼樣呢? OH SHIT 第一句就是廢話 其實生活當中有很多這樣的廢話 那些人明明知道它是廢話來的 說出來也沒有人聽的 但是還是會有很多人每天每天重複的去說 一說到廢話呢 我腦海裡面首先爆出來的就是警察 為什麼?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 別跑! 站住! 給我摸用! FREEZE! 那很明顯這種對白你說出來 它也不會聽的啦 難道你叫贊助它就真的贊助給你說嗎? 有件事呢 我不知道 該不該說 那 如果你覺得不該說的話呢 你為什麼要問我該不該說呢 你能問我這句話證明你就很想說啦 那你直接說不就行了嗎 這時候你問或者不問都是一樣的啦 它已經把握住了你的心裡 知道你一定會想聽 但是它還是會事先問一遍你 這樣可能會顯得它比較有禮貌囉 說到禮貌方面 其實有很多這方面的東西可以講 在網絡聊天裡面呢 有很多用語是我根本不能忍受的 即使你顯得很有禮貌了 喂在不在 在啊 幹嘛 沒事的 來 請吃香料 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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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你发完这些词以后 我应该怎么回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 不回你就说我不理人 接下来这句 可能就比较常发生在一些 很喜欢看古惑仔 或者深受古惑仔影响的人身上 通常是发生在已经输了 或者已经失败了的那个人身上 这次就放过你 你给我等着 等着 我会回来的 次话来的 你叫我等着等啊 等着你过来找我报仇了我 还有一些呢 是发生在情侣身上的 比如说 有一队马上要分手的时候啦 不如我们分手啦 你会找到比我更好的 我配不上你的 现在还是以学业为重吧 咦 我们的生成八字不太合哦 还是不要在一起吧 这些在我看来通通都是借口来的 你说出来以为对方会好受一点 其实只会让别人觉得你更假而已 真 不喜欢就不喜欢咯 再比如说 你跟一个朋友走在街上遇到了 然后他会说 咦 你也在啊 咦 你也在啊 我不知道这句话的逻辑是什么咯 那你都看到我在这里了 你也在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你在吃饭的时候 有个人遇到你 他还是一样会问 喂 吃了饭没啊 你见不到我在吃饭的吗 你瞎的 当然 你要是跟我说这是礼貌用语 我也没话说的 还有一种话是一系列来的 他们的开头通常都是以 明天就去干嘛干嘛 明天就去干嘛干嘛 这一类 什么时候帮我买书啊 明天啊 明天买 什么时候练车啊 练车 明天啊 明天去练 明天 什么时候重考四级啊 还没报名 明天啦 明天一定去 明天一定去 第二天 最后一句 惊天大废话 绝对没有用 而且绝对有人对你说 而且每天都说 而且你绝对不会听 喂 转喽 喂 起床啦 天光啦 喂 起床吃饭 你下次再对着我说这些 无聊自己的废话 我告诉你 我就会跟你说 这次就放过你 你给我等着 等着 我会回来的 你叫什么名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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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的手 他就保住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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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两句咯 不要这么大牌咯 不要这么大牌咯 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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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好 第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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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句你说吧 我是YP的小外甥 Y和P知道不 我的是YP小外甥 我是YP的小外甥 来说 来说 我是YP的舅舅 你不是我的舅舅 你是我的外甥 说错了 哪个城市啊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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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好不好玩 那个不能吃的 好啊 假的 好啊 好啊